嗨,我是等等 嗨,大家好,我是保羅 今天的主題是空難主題 然後會找保羅來呢 除了是今天要討論的飛機的機型 也是他飛的,類似他飛的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 因為我知道最近保羅筆記現在 正常PTT 著作著作 無聊寫寫 寫了一個就是關於獅子航空的空難 他是很詳盡的分享 你們真的一定要去看 因為本來原文是可能400多頁 300多頁 他已經整理到現在大概1萬字而已了 對,但是一般大概20幾頁 已經濃縮蠻多了 我覺得他們新聞寫的雖然是事實 但是有點太簡化了 以至於大家接收到的訊息 都是蠻片面的 中間一些連結可能不是很清楚 情況下對整件事情的理解 就不是那麼完全 對,那如果不知道發生什麼事 簡單來說在2018年的10月29號 就是獅子航空MAX那時候 失事 本來就以為單純一個 就是一個飛機實事 但是過了五個月之後 在去年的3月10號 又發生同樣的機型 然後同樣類似的狀況 就是ISOBIA航空也失事 所以大家就忽然進去 欸,就是這個機型有問題 對,所以後來現在MAX就全部停飛了嘛 然後大家新聞 英文最常一直提到的一個關鍵字就是 MCAS 大家好像所有人都把醉都怪在 MCAS大大的打在這邊 對,所有人都把醉怪在MCAS上面的感覺 所以我想你先跟大家分享 簡單的說什麼是MCAS 好 MCAS其實它 波音在一開始設計的時候 它利益是良善 是想要彌補MAX系列的一個風險 就是飛行的過程中 尤其是起飛過程 有可能會造成羊腳過高 那羊腳過高 對飛機來說是個危險的狀態 很有可能就失速 那失速大家都不認識 所以 它這個系統在 飛機 它覺得飛機的那個羊腳太高的時候 它會希望 幫忙飛群把飛機往下壓一點 那就不要到說 真的太高太高太高 最後失速 那飛機可能就會這樣 主要是因為引擎變更大 對,主要是因為引擎變更大 然後位置又往前又往上移 造成整個平衡就有點 跟前一代不太一樣 其實在四次航空失事的 那個 那一趟班機的前一班 我們現在就用第一班跟第二班來說 第二班是失事的那一班 第一班是沒有失事 但是也碰到同樣狀況的班機 就是你覺得 他們到底為什麼遇到同樣狀況 為什麼第一班的飛機 是可以順利降落 然後第二班 所以很不幸的就發生了狂難 因為其實兩班都是遇到這個 公腳感應器的異常 所以導致MCAS去異常的作動 對 那所謂公腳對於飛機來說的概念 就是產生生力的大跟小 那當然公腳它是翅膀跟空氣之間的一個 一個夾角 對對對 那並不是說越大越好 這樣它必須在中間一個合適的範圍 因為上面要有空氣流過 對對對 你太小太大都不行 所以M-PASS它最主要的功能就是 剛剛說的旗艦說 羊腳太高的時候 稍微壓一下 稍微壓一下 讓你回到這個正常 這是它一開始的用處這樣子 對 那兩班最大的差別就是 我覺得第一班 第一班的話 因為它多了一個Deadhead的Crew DeadheadCrew就是 其實它沒有執行任務 它就是搭來這班飛機 坐JunkSea 對就是坐在 Are you my deadhead? Have a seat Thank you Would you like a drink after takeoff? Milk? 我覺得兩個位置的視野差很多 坐在駕駛艦的時候 常常你會專注於做某件事情 導致你其他有些東西 你可能會 不小心就忽 那Tonel Vision 你可能會很專注 但是你坐在第三個位置的時候 前面 發生什麼事 其實因為其實你的 是很廣的 第二個是其實 兩班的主員的表現 不太一樣 嗯 那以Captain來說 好了 第一班的Captain 他在 無論是溝通方面啊 或者是工作分配方面 之類 或是給予 副機長在操作上 困難的一些建議 有很明確 對很明確 對很明確 他就注意到說 欸那個配平輪 怎麼一直在轉 怎麼一直在往前轉 對 他也想到說 可能是配平的問題 七七七有這個嗎 七七七沒有 好怎麼辦喔 他是一個小小的刻度 然後躲在那個油門那個旁邊 所以他才做了 把那個 Stabilizer Trim Cut-Out Switch 他把那個開關切掉 因為他電動配平的開關關掉 對電動馬達 配平的電動馬達關掉 所以才讓他們有後來順利降落 所以其實不用電動配平器 相反也是可以降落 對 沒有電動的話 我們他有 我們可以手動去轉那個輪子 就可以手動來配平 當然有電 我們那邊繼續按一下 比較輕鬆 但沒有一直可以 其實你知道七號Switch 他不是把MCAS關掉 七號Switch他MCAS 他電腦還是一直在傳訊號說 他要把飛機往下飛 只是因為你切掉以後馬達不動 對 所以他電腦就沒有 其實在那個 Fly Data Recorder裡面 MCAS還是一直在發訊號說他要Trim 只是他Trim不動 對 那主員的話還有副機長的操作 好像也是 表現也是不太一樣 對前一位的話他對於 配平的使用似乎比較足 但是也有可能是因為機長有很明確跟他說 你要跟好Fly Director 然後你要使用足夠配平 他聽到了 所以可能因為這樣他有使用 那第二班比較不幸他就沒有使用那麼足 導致最後就沒辦法控制飛機 但是他們也沒有想到 對他們也沒有想到 然後Captain也沒有指示這樣子 對比較可惜 而且因為你的文章也沒有提到說 第一班他是在飛機上 在飛行的時候就有在試驗說他把那個 關掉跟打開 對對對 他感覺到有差別 對對對 所以他又把它關掉 但是他降落之後 他又打開了 對 報告指出他降落之後又把它打開了 對 所以變成第二班的人其實不知道 對 而且因為他沒有寫 他沒有交接這件事 對 所以這對他們來說也是少了一個資訊 搞不好他如果有寫 可能這件事就會不一樣 對 如果他有寫的話 第二班其實搞不好就會想到 那我也來把它切掉 CRM很重要 對 因為briefing其實也是CRM有部分 你自己做完筆記 你應該也是冒冷汗吧 對 所以你這樣一直在看這件事的發生 就覺得像我們每次起飛的簡報都做得很詳盡 然後維修 比如說在前幾班 甚至是已經修好的東西 我們都會拿出來看說 之前修過什麼東西 就會先看一下 對 所以他們既然沒有看我們 我也是蠻驚訝的 可能因為真的一個Lane 早上四點被改schedule 一個感冒 然後就漏了這樣子 Mex那個飛機長得很帥 我會講 就是有點可惜 我也是覺得很可惜 你也知道我很愛撥音 真的 對啊 錯了就是錯了 就是希望他們可以趕快改正 好 對 好啦 謝謝你們看完這一集 那是你們記得要去看筆記喔 掰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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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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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 對 我們 是